然后81,81跟它是差不多,同样的题 那么它首先是什么 它首先是说,就是它说是 首先第8,它是不是说它出过 所有的题,所有的那个数字都是 都是distinct的 没有说,no duplicate 但是在这个就是说 就是有重复 如果要做的话,我大概都会是告诉你说是有做 大家想一想就是说,有重复的话 会怎么样,就是说,如果是有重复的话 你只不过把这个东西有点拉平 但是有重复的话,这会带来一个问题 会带来一个问题,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呢 你无法判断,因为在原先在这个图里面 你是不知道说,哪边有序,哪边无序 这是一个比较糟糕的一个signal 那么碰到这个比较糟糕的signal是什么 你就什么,你就不断不断 其实这个如果,当然我这里只做一个 你可以就是说,你可以把这个做成我二循环都可以 你可以把这个做成我二循环,就如果 如果它相同的话,我就移动,就是移动 要么就是每次只丢去一个,对吧 因为对我来说,如果这个middle是potentially 对它因为它是直接找的东西,因为如果它找的东西 它不是的话,那没说明这个middle的本身这个signal是可以丢弃的 那既然forst的东西跟我相当,就说明forst可能可以丢弃 而且你在这里,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做一个wire循环 就是可以丢弃,落干戈,对吧 只要它相同的话,可以丢弃落干戈 对吧,所以 就是,当然你不要再去 就是,我不倾向于在这里,有的人说说 我在,如果是前面相同的话,我再到前面去挖一半 先不要急着这样做,你每次就丢掉一个就好了 每次就丢掉一个就好了,所以它会对你的那个 对你的那个时间复杂度会 有影响,就是在那个比较 比较坏的情况下,从一个lock n的算法 就是弱化成了一个on的算法 因为所有东西都长得一样 那你要,你要,你要,你要不断就是 你要做这样,这样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操作 就,你move first,就是move last,你要做很多次 你要做很多次,是吧 做很多次的话,当这个次数足够大的话 它就可能变成一个,就是倾向于一个on的算法 而不是一个lock n的算法 对吧 如果把这一段移到上面去 把这一项,这可以啊,这没问题啊 这个标准,在这里标准的 但是你尽量让它护士 尽量让它这两个执行模机啊 就是两个blocker,exclusive 这个明白吗,就是说 做了它,你就别做它了 做了它,你就别做它 就是,就是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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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 一刻都两个,都成,没关系 都没,都没关系 但是,就是说你如果是动了first 你下一次再来动last 动了last,你下一次再来动first 虽然对这道题来说可能没什么差别 或者在,在你在有的时候就是 在你,在你就是持续,就是实际coding的情况下 每次做,每次做,就是做一件事 是一个良好的习惯 不follow,你可能就会有potential的bug 虽然我现在就是没有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bug 就是说我的习惯是一定是exclusive的 写逻辑我一定写成exclusive的 甚至当然有人说 你现在就是现在讲说不要用 不要有很多FLs啊什么 但这个令说 这个条例,FLs是没有问题的 没有问题的 我们不能够把很多东西就是 就是叫什么 就是习惯上学就是 就是超速的那些不好 就是指示数也不好 之所以现在有人说就是不要用那个 不要用FL的话 它是指的是 就是说在很多 就是原来是用Case-Win 我们把它变成那个就是什么 就是函数指针 把它变成函数指针 你根据条件 条件就是说你映射到这个 映射到那个条件里面去 然后找到这个条件上 最应的函数指针 你就去叫 这样的code会比较容易 就是换句话说 你增加了新的scenario 你是不需要增加就是新的code 你可以直接把那个 把新的scenario写到文件 比如说写到那个database里面去 或者写到file里面去 而自动的产生这个逻辑 这个思路是对的 这就不要写if-else 但是并不是说 你在像这样的逻辑 你也不写if-else 那这是不现实 对吧